哈喽大家好,我是肖恩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韩国的群山景观世界 2013年7月24日晚上7点50分左右 李女士对家人说要去见自己的男朋友 结果一夜没有回家 手机也处于关机的状态 于是家人便在25日下午2点30分 向警察局报告了情况 据李女士的家人透露 李女士口中所说的男朋友 是一位秘密约会的对象 群山市警察局的郑警官郑王庚 他们俩是在2012年8月 亲熟人介绍后认识 李女士离过婚 而郑警官是一个有家事的已婚男人 7月25日下午5点 警方开始调查郑警官与李女士的关系 郑警官却很坚决的否认 说自己不认识这位李女士 并表示自己在24日的晚上7点左右下班后 去到了群山监狱后面的一个渔场钓鱼 晚上10点左右回了家 当天的郑警官脸上还有一道划痕 他说这是在钓鱼的地方被树枝划伤的 随后警方查看了监控视频 发现郑警官的汽车的确在晚上7点18分 停在了渔场附近 晚上10点左右绕着渔场回了家 于是调查人员扣留了他的手机 和带有储存卡的行车记录仪 奇怪的是行车记录仪里的内存已经被删除 郑警官表示他每5天都会清空一次内存 仅仅只是为了提高性能 调查人员当晚恢复了储存卡里部分被删除的数据 但因为是在晚上画质很差 所以并没有找到与作案有关的证据 尽管郑警官脸上的伤和删除行车记录仪里的内存的行为都很可疑 但是因为不符合紧急逮捕的法律要求 所以嫌疑人郑警官当晚还是被释放回了家 谁知道7月26日的上午 郑警官没有去警察局上班 也没有请假 家里也没有人 警方立即申请了嫌疑人逮捕令 由于群山地区靠近大海 所以也有逃到国外的可能性 因此警方还申请了离境的禁令 这个郑警官可不像一般的嫌疑人那样简单 他1999年从海军退役后就进入到了警察局工作 获得过20次荣誉奖项 有着14年的警务经验 聪明而且细致 反侦探反逮捕能力非常强 仅仅在7月26日一天时间内 他便跨越了好几个市 疯狂移动着路径扰乱警方的追捕 当天早上8点40分左右 进入了江源道的宁岳 群山警方立即与江源道的警察厅进行了联合调查 根据江源道的监控显示 在宁岳的一个桥下发现了郑警官的车 车内没有任何可疑的痕迹 精明的他在汽车后选择了徒步逃跑 以躲避警方的定位追踪 警方立即查看了周边所有的监控 发现9点06分 他穿过了附近的一个市场 还买了一身新衣服换上 作为了伪装 10点又在宁岳纯纪巴士总站坐大巴去了低川 下午2点36分 又买了一张去大田的巴士票 到达大田后又买了一张去泉州的巴士票 下午5点46分 郑警官又再次买了一张回群山的巴士票 绕了一整天 结果最后又莫名其妙地返回到了群山 当他回到群山后 一切的行动轨迹 全都消失了 在短短的一天时间内 警方被他耍得团团转 就在当天晚上 群山警察局的局长 立即部署了456人 参与该嫌疑人的追捕 甚至还安排了一辆直升机进行搜索 一个郑警官竟然用到了 如此大规模的人力来搜索 可想而知 抓捕他的难度是有多大 当然警方对此安排的解释是因为 郑警官的性格比较内向 所以警方担心他会做出放弃自己的决定 从而导致失去李女士的线索 很快 两天过去了 400多号人一起搜寻 竟一无所获 7月28日 警方该案件转为了公开调查 并把群山市和邻近的一山市的监控 都查看了一遍 发现在7月26日晚上11点19分 一个很像郑警官身影的画面 被拍了下来 他在一个路口停留了好一会儿 于是警方立即赶往了现场搜寻 终于在7月30日早上的7点 也就是事发的第六天 在群山的一块龙田里 发现了李女士的衣服 没有鞋子 他们感到很疑惑 因为他们之前已经搜查过这一片了 当时并没有发现李女士相关的任何东西 所以调查人员认为 这是郑警官故意把衣服留在这儿 来混淆调查的 这个郑警官到底躲哪儿去了呢 已经快过去十天了 调查却一直没有进展 甚至当时已经有谣言开始说 群山的警察们已经掉入了郑警官挖的陷阱里 直到2013年8月2号的下午6点 在论山市 一位休假的巡警李希金 在散步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可疑的陌生男子 一个不像流浪汉的人 推着自行车 背了一个背包和两个水瓶 裤子底部还有很多的污垢 他觉得很奇怪 因为长期居住在论山的当地人 他大多数都见过 所以就更加仔细地继续观察了这个陌生人 发现他竟然和通缉传单上的嫌疑犯很相似 于是就悄悄地尾随在他身后 进到了一家酒馆 李希金立刻向区政府报告了这件事 匆匆赶来的警察走进酒馆时 该名可疑的男子还在浏览互联网 于是警察就悄悄地接近了他 要了他的身份证 发现他正是嫌疑人 郑王根警官 他查看互联网是为了搜索新闻 查看警方的调查进度 好做下一步的逃跑计划 当天晚上8点40分 郑警官在论山当场被抓捕 没有任何的反抗 后来被群山警察局局长带走 调查主质问郑警官 李女士的下落 郑警官却一直行使着自己保持沉默的权利 不说话也不承认 于是调查人员便开始动员 郑警官的熟人和同事来说服他 最终他还是开口 坦白道出了这一切 李女士出去见郑警官那一天 两人在车上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李女士说自己怀孕了 郑警官表示 愿意支付300万韩元补偿李女士 并要求结束这段关系 但李女士表示金额太少 并让郑警官再写一份协议 要求对他未来的疾病负责 郑警官表示 李女士不愿意写嫌疑 李女士便生气地试图抢走郑警官的手机 并威胁郑警官说 既然我跟你聊不下去 我会和你的妻子谈谈的 就在这时 两人开始发生了肢体冲突 李女士抓伤了郑警官的脸 郑警官一气之下 做出了反抗 李女士便没有了呼吸 于是郑警官把李女士 放到了一个臭气熏天的废弃渔场 一份也单独放在了同一个地方 他说他之所以逃跑后又返回群山 是因为7月27日是他女儿的生日 他想再偷偷地看一眼自己的女儿 但是他在走回家的路上 发现自己距离李女士的位置很近 便又再次回到了废弃的渔场检查了一遍 结果发现李女士的衣服散漏的到处都是 于是就将李女士的衣服拿走 并扔到了农田里 因为他在群山当了14年的警察了 他很熟悉这里的一切 衣服放在经常有人农作的田椅里 不会太引起怀疑 当他扔掉衣服后 本打算回家看女儿 结果在路途中 他看到了一辆警车 立即放弃了回家的想法 并顺着水路逃跑了 所以这也是他裤子底部有污垢的原因 前面说到了李女士说自己怀上了郑警官的孩子 但后来经法医鉴定 李女士并没有胎儿形成的痕迹 而且警方还发现 李女士在失踪前给熟人发过一条短信 说自己在7月11日来了月经 但7月17日却给郑警官打电话 说自己怀孕了 这就意味着李女士可能根本没有怀孕 如果怀孕的是有猫腻 那李女士威胁郑警官的话 是否也存在猫腻呢 警方在后来完全恢复了 郑警官的手机通话记录和短信记录 发现啊 李女士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威胁过郑警官 他们俩从2012年8月认识后 开始了私密约会 自2013年1月以来 他们共发了30条短信 但文字内容几乎都是 你吃了没 你吃了啥 你在干嘛 这种非常日常的用语 然而从4月开始 这种关系逐渐走向了破裂 郑警官表示 想结束这段关系 李女士当时也同意了 双方还约定好了 以后不再见面 谁知道一个月后 李女士又再次电话联系了郑警官 并说 让我们做最好的朋友吧 从此可以再也没有负担的见面 这个郑警官呢 当时并没有拒绝 所以在后来 他们又陆续见过两三次面 2013年7月17日 李女士打电话告诉郑警官自己怀孕了 郑警官不相信 因为他们上一次发生关系 还不到半个月 但是呢 李女士的厌孕棒上的确有两条杠 这让郑警官有些头疼 所以郑警官呢 想让李女士打掉 并补偿她一息钱 然后再彻底的分手 李女士呢 情急之下 便威胁她说 如果你家的女人知道了 她会哭的 后来呢 又接连给郑警官发了20多条短信 但郑警官呢 当时已经把她的短信 设置成了默认放进垃圾邮箱 所以并没有看到这些信息 也没有回应她 这反而更揭露了李女士的情绪 发送给郑警官的短信文字 越发的令人生畏 你想让人们了解你和我吗 你不是在躲我吗 很多类似于这种恐怖情人的威胁语言 随着郑警官的供述被公开 李女士被誉为花石的传闻也出现了 花石的意思呢 就是靠着华丽的外表接近男性 一点一点慢慢地将男性 所拥有的金钱啃食干净的女子 这对于李女士的家属来说 是一种不小的打击 所以她的家属坚决反对 大家将李女士视为花蛇 2014年5月 经过一审和二审 最高法院判处郑文庚 有期徒刑14年 负责该案件的群山警察局局长 崔中山也被撤了职 好了 今天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 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 请记得给我点赞 加个订阅 我是肖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